無法正常瀏覽 被迫停牌的包括 將會出售美國信用卡業務的匯控 公佈中期業績的廣交所 國泰等八隻股份 港交所由第二日起 將資訊發放模式由中央發放 改以分散發放 但仍然受到黑客攻擊 今早我們上港交所披露二網站 間歇性出問題 有時候登入不了 港交所收視後證實 繼續有黑客用較精密的方法 令到網站大塞車 今次港交所成功倒截 沒有影響到交易系統